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国家文化的重要象征 绵延的秦岭阻隔了南北气流的运行 使中国南北方出现明显的气候差异 来自南方湿润的海洋气流 在夏季难以越过秦岭 使得秦岭北部的气候变得干燥 冬季 秦岭阻置了北方的寒流南下 减轻了南方遭受冷空气侵袭的强度 秦岭山脉 这条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 成为了中国的中央空调 秦岭山脉不仅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 也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 更是诸多江河之源 秦岭南路的嘉陵江和汉江 以及北路的洛河 渭河 陶河 大夏河 分别向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注入水源 如果说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 那秦岭就是中国的中央水库 秦岭山脉涵盖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 寒温带 亚寒带 多样的气候造就了多样的物种 从亚热带到寒带的动植物 在秦岭之中都有分布 秦岭也成为具有全球性生物多样性的 关键地区之一 作为秦岭四宝 大熊猫 金丝猴 灵牛 珠环 千百万年以来 和它们的动物邻居们 世代栖息于此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百多只 增加到三百多只 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珠环也由最初发现时的七只 发展到全球九千多只 并由最初发现地 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恢复 金丝猴和灵牛数量 也都超过了五千多只 栖息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红豆山 华山新麦草 等一系列的珍稀植物 也扎根秦岭 尤其是太白山上 还盛产众多中草药 为秦岭地区居民的健康 带去福祉 秦岭不仅是这些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家园 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